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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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脱衣服 脱衣服 沒有冷氣你忘了 開窗就好啦 要跟泰山去吹吹風了 走啊去吹風了 北桃 泡溫泉 我爹鄉會穿起 歐北桃 知道我歌你也聽過 我同年代也忘記了 我以為你是宅宅 那時候應該都聽一些那個 我是聽完這首歌變宅宅 你不是要聽那個嗎 我們這個有電動窗 而且電動窗兩個的開關還不一樣 這是我開關 這是你的開關 沒有冷氣所以我們要開那個 不是 副駕駛 鏡片條 對 不能調 他好像死掉了 他是不是用一個那個 他用一個橡皮 橡皮車 那個橡皮蝦小 口香糖 右邊一點 右邊一點 不能右邊一點嗎 這樣 這樣 阿嬤在大水雞 不行我要去那邊跟他們 要一個大鏡片 安 給我一個大鏡片 真的嗎 後照鏡形同虛色 我手機拍屋頂了 好險還沒出去 好險我拉掉你的 救了我用了啦 有後照鏡的用了啦 我跟你說 我也是一樣 倒車顯影 這樣倒出來啦 我們這邊 他媽的不比駕訓班的 烤S型 好好烤 有沒有 油門就是沒有一次 吹到底的啦 就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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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好走 阿 這個音響你覺得還可以聽嗎 不行 好 看看還是不行 我覺得是不行 不是你覺得 我已經在按了 就是不行 你看這個 古老的保養標籤 用那個標籤指向 民國89年 89 2000年啦 那個要怎麼算 你知道嗎 加1911啊 加1911 幹呀你 該不會只會算昭和 跟那個吧 平成吧 還有我只會算昭緣 我只知道昭緣 這車如果開那種 漂漂亮亮 然後整體過有沒有 開在路上是怎樣 吸睛對不對 阿如果開這種還沒整體 破破爛爛的有沒有 開在路上像怎麼樣 你還要去修冷氣 有沒有像 很像那個 老公朋友要去修冷氣 要去修冷氣 要去修冷氣 要去開往報廢長的路上 對 欸我們現在 70級了啦 怎樣 唉唷真的耶 現在70了啦 時速降下來 欸這喇叭是不是好的 好的 唉唷 欸我大概距離 大概500公尺 我就開始踩煞車 從橋下來就開始踩 我跟你講開這種老車 因為它也都還沒有檢查過 沒有整體過 要很小心 因為這種老車有沒有 很容易突然怎樣 沒煞車 一踩就爆了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速度太快 緊急煞車啊 它可能就 常常你的管路已經不太行的時候有沒有 嗯 那個時候就爆掉 爆掉了 你記不記得齁 以前的那個 你有沒有走過那個龜山 它不是有那種下坡嗎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省道有一些長下坡 有啊 然後它都會叫你試踩煞車 對 如果記得沒錯 林口坡下坡現在還有 有啊 有有有有 那個就是以前的車真的 你如果不試一下點一下齁 你忽然緊急煞車你會爆 尤其是大卡車 嗯 然後它有一些下坡 你有沒有看過 它除了叫你試踩煞車以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 堆了一堆沙包讓你撞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地 它就是這樣路下山嘛 對 然後它右邊還特地喔 開了一個岔 岔路是死路 可是它那個死路是一個牆壁 山壁 然後前面堆了很多沙包 欸這 我認真的 我認真的沒有看過 我認真的 我有看過 可是我忘記在哪裡 我跟你講有網友一定會留言講 有看過的 它就是要讓你下坡 你殺不住了有沒有 讓你去撞那個沙包 轉充帶 就這樣叫你直接去撞沙包 我想真的 真的有那個東西 我真的忘記是哪裡 今天要去哪 背頭那個找 樹立專家 老車專家 什麼 小坦 東道坦 東道車業的小坦 少東 你在信它嗎 有啊以前有一起拍過 上過電視啊 九陽它這個大名 它也對老車很有愛 很有愛啊 它有那個DMW2002還在整理中 像那些得利卡 什麼都整理得很漂亮 所以我這一次打算說去這個 跟它討論一下 然後看看我們這個車 可以花多少錢 可以整理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花多少預算 如果花不下來 我們再 原車前辦 對啊 要不然怎麼辦 應該開沒路啊 我剛剛問他說 這個坦哥 我這個買7萬是不是 他說 這個是有一點高處行情 他說不過很感謝你 又叫了一台車 幫我們紅台行情 哈哈哈哈 這感覺聽起來很差有沒有 它這個溫度都一直在最低的狀態 是不是 太低了 照理說不會這樣 不過我跟你講啊 其實很多這種老車 大部分都可能水龜都拔掉了 因為就是很怕它有抓溫度的問題 乾脆冷卻水都隨時讓它全循環 它本來有一個控制器 控制那個水的流速的流量 而且整個拔掉就不控制了 全部都斬掉了 這樣不會不好耗油 對啊耗油啊 馬力流失啊 這可能我覺得這車整理起來 搞不好半年了 有可能 你如果急著要它還是弄得出來嗎 我們當然不會給它擠啊 這個是同業做生意的一個原則 講很多次啊 我們去修理場我們不催它 然後有空慢慢修 它有客人來先做客人的 因為客人利潤比較高嘛 然後有空再做我們 做一點做一點做一點 這樣價錢給我們才會優惠 這個叫石棚嘛 就是那個 事情的縫隙嘛 縫隙 做事嘛 工作嘛 工作的縫隙 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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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喔乾 台山就讀書了 然後我們也不會像客人一樣 對不對 客人怎樣 客人很好啊 客人很好 客人超好的 對對對 又想抱怨了 什麼歌 我猜隊有獎品嗎 沒有啊 幹 猜隊代表我唱得好 要兩個八拍 噔噔 在天色破曉之前 我想要發動暗電 讓我現場 讓世界祈求永遠 換王傑了嘛 撐天狂鬆的情節 我想要圓還圓 找尋其天 有沒有 騎屁籃 天使也可會改變 好啊 苗客傑來了 年輕的淚水不會白流 苗客傑嘛 哄哭和驕傲 這一生都要擁有 張宇生 年輕的心靈還會顫抖 其實三個唱的聲音都一樣 都有 這個跟廣告一樣嘛 旁邊要寫藝人小鐘 要不然人家不認識 不知道 跟九孔一樣 模仿任賢琴 旁邊要拿牌子任賢琴 模式任賢琴 對對對 好 到了再說 我們找這個 我跟你講要整理老車 要找誰來談 找小坦來談 好不好 來Kerry一下 來來來 大家好 坦哥 我們今天開這台 這是303 對303 301是遠的 我要問專家 我不是專家啦 我是業餘的業餘 業餘的專家 為什麼 這個後照鏡沒有在這邊 301台在這邊嗎 這個是GL落代 這個是從1990年以後 後來大家開車習慣的問題 所以後照鏡都搬到車門上了 那如果你是1990年前 它還是在這裡 然後大燈是凹的 款式不一樣 那個頭有凸出來一點 對對對 然後重點是 你這個在車門上的 你有電動的窗戶 有啊 它有電動窗戶 那如果你的後照鏡是在前面的 你就要自己勾 只有手搖 手搖比較好 滑船一樣 手搖不會壞 不會壞 一輩子都不會壞 超耐用 對啊 我們今天就是來找坦哥研究一下 我們這個車如果要整個整理起來 能開 有冷氣 也不要要求說多那個啦 對不對 就是一個標準 別的話有生命危險在開車 對對對 對標準 煞車像我剛剛有沒有 來的路上煞車我大概300公尺前 我就開始踩了 對 以前的煞車機種比較簡易 它的煞車皮大概只有近戰這麼大塊 對啊 輪胎也跟阿比摩斯還小 都可以升級啦 可以升級 所以我們到時候來討論一下說 要花多少錢 然後可以把它整理到大概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做過程 我們稍微有機會就做一下紀錄 因為我們這個 從小看那個國外的翻新影片 對 我們剛才在聊 為什麼他沒有人拍汽車翻新 不會賺錢 直接翻修的過程中有太多的變數了 那我們即便有先只抓預估的金額 通常全部拆開之後再數回來 都會變多 都會多很多 追加再追加 對對對 我們就自己燒錢 有限的能力範圍內看能夠燒一點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這個小坦來幫我們檢查一下這個車 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以後有一些想玩老車的朋友 有機會也可以比照辦理一下 好 沒問題 麻煩你了 交給你鑑定一下 這部車外觀的板金部分 其實乍看起來是蠻漂亮的啦 因為有些線條都還是很完整 對對對 沒有因為歲月補圖阿 阿公大家自己刷刷油漆 就這樣1466 還有噴那個紅單 對對對 所以外觀基本上大概還有八成 八成都沒有問題 有沒有看到 八成八成 我的眼光沒有錯 雖然我們買比較貴 即便我們像我們買老車 車體的狀況 其實都比其他附件來的還要重要 對 如果你今天買個大狀 或者是大樑爛掉了 我再後續再修 那個都沒辦法根治 我們剛才討論 現在板金師傅越來越少 對而且是這種老車的 所謂是黑鐵板 現在的都是高張力鋼板 黑鐵板的板金師傅不太願意做 是因為現在都要打造成型 40歲以下人板金師傅 可能沒有接觸到這個 所謂用扇手去補盤 對然後去塑型這一部分 而且很費時間 對 不符他們現在的經濟效益 60歲以上有機會 可是他也做不久了 因為他可能體力有限 對啊 他也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 來慢慢弄這台車 對他都要退休了 抱孫子了 還在那邊叫你這台車 真的啦 考機場板金師傅年紀很大 對所以現在板考這些 有年紀的車 反而價錢會越來越高 基本上這種車會爛的地方 你現在出看都沒有問題 對 比如說這個水切 水切這裡 很多因為曾經有扣過車頂架 這個Making這邊全部都會爛 那這裡部分要做就很難 因為你要變成你天篷全部都要切 因為它這個有凹進去 對它這個白鐵條是可以拿下來的 對它這裡面很爛 裡面有一個豆糕的鐵板 有一個折痕 對所以你變成你整個屋頂的內外都要做 它是兩層夾的 對 所以你這裡沒有爛 你的車底下基本上就不太會爛 焦條的部分也都是軟的 如果你今天在外面賽 這個焦條大概都裂開了 對都裂開了 一撥就浮起來 對 還不錯 這部可以啦 可以省點錢 對可以省很多錢 可以省很多錢 板金的部分你會省很多的錢 那剩下一些小配件 我們拆裝的工程度多少都會損壞 不用怕 這個零件車我很多台 還有新的 還有新的 零件是有新的 你去到Q怎麼知道 我們以前買材料 一輛兩輛的人家都不太願意收 不太願意幫你翻 所以我們都是少整批 比如說材料的人年度換季 他要清倉 我今天有玉龍的 只要是他的 全部都收來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喊完之後都後悔了 為什麼 因為每個盒子都有玉龍的盒子之後 不一定是 裡面不一定是 所以我們都每次掃一批回來 檢查完都流眼淚 因為很多都不是這個車用了 然後都不知道賣到什麼時候 他這應該烤漆過 對這個應該有 曾經有貼烤過 有整理過 很多這個線條 像這個線條 如果你有的都補土 都直接補掉了 對他就是省事啦 對 所以你這個壓線 這都還在很完整 他這個應該是自己裝的對不對 對 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原本是一個 鋁料的一個手把 對 這個年紀久了都會忽掉了 對 所以他自己扯了一個白 DIY萬歲 不用怕這我有 這我有 什麼都有你看 這台車應該是不常在載東西了 如果常載東西 這條會敲的亂七八 對 你這個年紀 這條大概都爛掉了 它這後面原本應該是沒喇叭的吧 這款原本就有喇叭 它只有後門有 前門就沒有 前門就沒有 那轎車是前門有 後面是在斜玻璃 對 站板上面 原本只有五吋而已 他把它加大了 這一代原本就有後喇叭 前門也有嗎 前門也有 那它有改 它有挖 我看一下 我看有一些會把這個改成白鐵 對 像你的就是啊 這個其實我要說明一下 這種叫緬彎角保感 現在都缺貨 缺貨 你從日本買一支回來要一萬多塊 然後呢 它不是白鐵的 以前的沒有環保的那種概念 所以以前的杜料杜得很厚 厚到幾乎不太會秀 厚的電杜 厚的電杜 那後來很多人就覺得 久了之後 只是長一點點秀斑 所以他們很多人以為是 這是白鐵 可是這個都沒有白鐵的 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備胎的那個放下去的螺絲 你這個插下去 轉轉轉 備胎就下面 對 備胎就下去了 連這個都在這個很少了 通常我遇到旅行車這個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這個防水蓋大家都不在了 連備胎都還在喔 這台算幾品 看到沒有 備胎都還在喔 有認證 12吋的備胎 有認證的 那它現在就是沒有冷氣啦 那我開來路上覺得說 引擎狀況我開起來 變速箱應該還OK 插速器有點聲音 接下來我們就讓它掀開 最重要心臟的位置 對 我們看一下心臟 來看一下 這個水箱啊 1998年以後 很可惜這個車後來賣水溫都會高 因為它後來改成電子風扇 它變成它要到一個工作溫度 它才開 對 可是現在的 30年後的現在氣溫 不太適合這種配置 要不然因為它離合器是不是 對 因為主要鑄鐵引擎 燃熱板就很差啦 它工作溫度開的時候 它85度才開 那引擎的基本上 工作都已經超溫了 所以你的溫度都壓不太下來 這提早啊 對 一個就是提早 一個就是把水箱夾搭 撞風面積再大 電子風扇的好處是輕推 可是相對的 它有一些詬病 就是如果你的溫度 控制沒辦法控制得很好 它一下對 溫度一次就這樣 可是離合器塞車不就很吃虧了 離合器塞車轉速不夠 可是你的冷氣風扇 開冷氣的時候 前面這裡還是有在轉 可是其實這看起來 我覺得也是有整理過 這台有整理過 因為水箱看起來 是重新做過換蜜的 水箱譜它都重新換過了 那皮帶看起來也都 製樣 過潮它也在 都很完整 這部引擎 應該可以省一點錢 對 引擎應該有修過 因為有底殼的膠 是重新打過 它應該曾經有整理過 不然照理說到這個年紀 大概都上面都有了 煞車背地器都已經有點神聖了 通常這個他們會有什麼方式 去把它加強或是加大 這個有加大的煞車背地器 因為它的空間不夠 它只能加後 加一個罐子對不對 對 一種就是加一個 罐子在這邊 對 輔助它 一個就是直接換這種 這個原廠型加大 再大一點 對 可是再大一點 就是也不能太大 會碰到 對啊 因為它的空間有限 它這邊都沒有空間 上面這裡也被這個擋住了 對啊 這個就是升級過了 能電鍍的都去鍍了 對 然後水箱我也是加大 可是我這是離合器 這是水轉應是不是 對 這個是水轉應 這個請我陪有水轉應 酷喔 怕市區高溫 所以我直接水箱 它有壓力表 對 直接水溫表 水箱蓋上面就有壓力表 欸 溫度啦 溫度表 水箱溫度表 我們一般來說 71度的水溫 你只要水箱的散熱條件是正常的 其實市區基本上都不太會抓溫度 然後因為你開冷氣之後 它會重負載 那你等於是你的電子風扇 跟你的加裝冷氣風扇 它兩個在一起走的時候 它反而會讓你的發電機 變得負重很重 那因為發電機 這個發電機的安培數都很小 對 大概65A而已 欸 你有加大啦 對 我這個都加大了 那你如果沒有加大的情況下 你的動力會被因為發電機它重拖 電就被拔掉了 你的動力就被拔掉了 所以後來我們很多車有來 我都直接把它改成你的氣風扇 看到沒有 會弄車多好 泰山 你就可以自己弄你自己的車了 多好 你看 看什麼要加大 要多大就加多大 你要背台窗型冷氣 在後車上也沒關係 搭金的比較省電 這塊很難做 就是在千斤頂的那個 對 這個位置被頂壞掉了 因為那邊是雙層 那火燈最難幫 它兩片夾起來 對 夾的 然後這邊也是啊 貓掉了 這台底盤很漂亮欸 很多喔 我們合上頭啊 方向機合上頭大概都會壞 這台連搖都不會搖 對 它可能有整理過 我覺得它中間應該是都有 大概有去 有去整理過 慢慢整理 很可惜的車喔 你修會超過它的費用 你修會超過產值 然後不修又開起來 它又可以開 它也不會有 不會存機械 它也不會讓你顧路 它就是會 嘻嘻嘻嘻一堆聲音 很漂亮 這幾乎都修過 然後很多這種車啊 這個水箱架下緣 這個叫 我們一般叫拖鞋 這個都會爛 因為這邊 若亭戶外 這個都會積水 然後這一塊板筋就爛掉了 對 然後你這塊板筋爛了之後 你的方向機就會開的時候 車就會扭來扭去 然後噁心就會扭來扭去 等一下游泳 對啊 這部車底盤很漂亮 都沒有穿孔 它這支拉桿都是新的 然後有一點點剩油 這個還好 這個好處理 主要是車底下都沒有破洞 很多都是腳踏板 這個接風啊 穿孔 對 都穿孔 這邊有都會 秀都會穿孔 這台都沒有 下面腳腳踏的那一塊 對對對 很容易生鏽 之前我有朋友開車開一開 站太多怕 就直接腳踏下去 腳底剎車 對 腳踏下去 真的 都沒有開玩笑 就直接穿下去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你知道水切的屋頂那個白鐵條 是好的 其實其他都還好 對 只好那邊是好的 其他都不太是問題 這避震器都換新的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貼紙 有一個左對不對 因為左右邊不一樣 對 然後這種車的避震器 它是帶洋角的 跟BMR一樣 你拆下來是連煞車分棒 全部都是在避震器 鎖在一起的 都鎖在一起的 對 是帶洋角的 這部車基本上 沒有什麼 需要太大的整理耶 裡面都有塗紅單 所以這部車很固 很固車喔 拆下來塗喔 對 拆下來塗的 對 拆下來塗的 然後這個線條都在 很厲害 不知道買買到 買到好車你看 多棒 好啦 就 好啦 像今天喔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片拍到這邊就好了 然後再來塗的車也不整理 直接這樣賣 拆成交 對 就直接拆成交 有這邊要幫我們 稍微那個push一下 我們直接賣 不用花錢耶 然後我車留在這邊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來這邊看 看完直接成交 然後這邊直接整理 沒有 不行啦 我還是要整理一下 我們的理念 就是要分享這個整理的過程 很誇張的 備胎爆了 有看到 鋼絲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橫切面 剖面 對 剖面有沒有 鋼絲直接爆 你都在看食物的橫切面 我哪有看輪胎的橫切面 是這樣 裡面都鋼絲 這都鋼絲耶 我剛剛一看我還以為是 稻草 由鳥來煮草 對 我剛剛想說 這裡怎麼有稻草 是兜到的 這個是 這個是爆胎 爆胎了 快換備胎拿起來 沒 是鋼絲 比爆的這個還慘 還慘 然後現在看到 大概要更換 就是這個鋼板橡皮 這裡都爆了 你要拌 對 你要拌這個橡皮 因為它這個鋼板在走的時候 它會上下上下油 對 地方我們這個 擦束器會做什麼 擦束器如果你是 放油門會 拚空 這個階氣這麼大 這都可以電 我們裡面是三角尺 是扇形的三角尺 這個擦束器 手可以整個 鳳梨頭可以拿下來 抽出來 然後重新電 電銅片下去 讓它這個階氣變很小 所以你有時候那種後驅車手牌 你換檔會覺得 後面差距扣一下扣一下 對 BMW也很會 久了間隙過大 對啊 它連排氣管都還是原廠 這個就是太厲害了 它這排氣管很可愛好不好 重點是你看它的後銷在中間 對 在這裡 直接整個像家裡的水管一樣 做一根細細的 跟泰山雞雞 比它那個雞還出 還彎來彎去 對 還彎來彎去 還彎來彎去 好 下彎來彎 小跟那個 俗稱泰山的飛機杯 不過我剛開來的路上 其實沿路喔 我不知道是溫度表的問題 還是它水龜拿掉 我也搞不清楚 自始至終都只有一點點 第一格 那水龜拿掉了 因為它這個水箱的配置 基本上如果水龜在 你大概都會在一半以上 一半的溫度大概就在80度了 對 它剛剛都一格而已 你太低化油器的混合比 就不正常了 你才會變化油 溫度太低了 它油氣混合就不正常 它比現在噴射的時候 還要敏感 化油器它會因為空氣10度 氣溫溫度很敏感的 可能就跑掉了 車就開始會燉 嚴重就會開始冒煙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就這個大概抓一下 還是說要怎麼樣 我們先以安全性的先做啦 那底盤基本上 看目前之後 鋼板橡皮後面比較有問題 那車頭部分 那些耗材它都已經換過了 那我們就做 比較細部一些調整就好了 然後外觀的部分 可能就要找擺定的部分 那這些燈具其實都還有 台灣都還有做外銷 燈具都 這個燈具都還有 國外還有做這個車 做外銷喔 其實模具都在台灣喔 這些燈具台灣 都還有做外銷 所以很便宜 那這個白鐵條 現在都買不到了 是齁 都買不到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 都拆掉了 直接就拆掉了 拆掉了 只能拆掉了 然後剩下的三個 就當別人被平 對 就大家湊著用 對 大家湊來湊去 就是這樣 這個叫GL車頭 對 GL車頭 就是它整個是平的 它跟321是同一個車頭 只是前去一個後驅 連後照鏡都跟321都一樣 S款的車頭 就是這個搭燈是凹進去的 有一個框 水箱罩 邊燈全部都不一樣 那這一部分的車頭 這個中古零件很多 新的幾乎都買不到了 因為這個只有出兩機而已 對 考慮改一下車頭 對 不然就是改 車頭改掉 或者是說 點綴一下 找完整的 湊起來 因為這個所有的塑膠件 都斷了 都用膠帶了 對 它都斷光了 這真的是土炮阿伯的做法 沒辦法 不過也很有愛了啦 願意慢慢裝去黏 至少很完整啦 束帶慢慢去束 紅蛋慢慢去漆 我覺得這個已經算很有愛了 好 所以 線路大概都差不多整個以下就好 那我們就密切處理了好不好 下次見 我不知道小彩看看有沒有看到 車身名牌嗎 不是 它這裡 它有準備一組皮帶喔 備料 對啊 它可能是舊的換下來 然後怕以後買 找不到規格 所以它備料 所以它備料 超屌的 我剛剛 我現在才看到耶 我們租車的時候都沒看到耶 一個冷氣 一個發電機 這是舊的啦 舊的皮帶啦 這使用過了 它是不是有斷過皮帶 通常我講過喔 如果後車廂 載一桶水 就是它有抓過溫度 車上帶一個電霸 載到後車廂 就是它有 它有煤電過 發不起來 搖掐過 它帶一個皮帶 有可能斷過皮帶 它不是說用絲襪嗎 教室叫小坦試一下 把它皮帶拿起來 那要穿過的嗎 對啊 我們就找一個女生來 要先穿過的 現場有沒有 拍一集點擊率應該不錯吧 點擊率最高點 會在脫絲襪的那裡 哈哈哈哈 在弄上氣的時候 沒有人在意啦 沒有人在乎 我剛剛發現 你家的小鳥 會學汽車發動的聲音 對啊 它會很多聲音 欸要令吉啦 這是它發的聲音嗎 不是這隔壁 它剛剛有再叫一次 嚇死我 我想說怎麼打得那麼大聲 就標準的 那個修車場的鳥 對啊 超屌的 我剛剛聽到說 欸怎麼 誰發不起來 我去看 欸 是它在叫 超屌 它最厲害的是電話聲音 1比1 它現在是公主壓的聲音 喔 它在學 是 超級音樂的聲音 1比1